1979年2月,我国和原本十分友好邻居越南爆发了一场战争,但在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中,我国出兵到越南,六周后就撤军回国,许室友将军在激战正撼的时候收到了党中央回撤军队的命令,他虽然不甘心,但还是将大军撤回了国内,在撤军之前,他发布了三个命令,这三个命令给了越南军队致命一击。 1975年,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夺取政权,之后和越南在边境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冲突。越南以此为由,出兵趁机攻占了柬埔寨,而越南的如意算盘还不止这些。 实际上是为了追求越南建立印度联邦。在这个时候,中国不顾越南和苏联不到一个月前刚刚签署的互助防御条约,立刻决定出兵越南,要给他一个教训。